I'm just singing cause it's over 比黄晓明还会疼老婆,如今把小17岁娇妻宠成了公主。 众所周知,娱乐圈里有很多明星夫妇,像是杨幂和刘凯威、邓超和孙丽等等,但是说起娱乐圈里最会疼老婆的男人,估计很多人都会想起黄晓明。 咱们的教主对待娇妻杨颖那可是掏心掏肺的去宠她啊,别的不说,光是结婚的时候那场震惊了半个娱乐圈的豪华婚礼就已经让很多女人羡慕极度恨了。 结婚后的黄晓明对待baby也是宠爱有加,在baby生日的时候,还送一对价值10万的折耳猫给她,宠物都送得这么金贵,更何况那些名牌包包和名贵衣服呢? 物质上黄晓明给予了baby很多东西,在情感上也是对baby无微不至,每次baby生日都会想尽一切办法陪在她身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公了。 不过比起黄晓明和baby的高调劝爱,娱乐圈里有一对夫妻虽然结婚后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婚姻也是非常美满,他们就是吴奇隆和刘诗诗这对夫妇了。 说起吴奇隆,他甚至比起黄晓明还会疼老婆,这或许和吴奇隆小时候的家庭经历有关,那时候吴奇隆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债,而早早成名的他背负且还债的责任,但是有时候家里人还会嘲笑他的影片,这也使得吴奇隆小小年纪便知道了家人。 其他人关爱的重要性,和刘诗诗结婚后,吴奇隆自然会好好对待妻子。 当时吴奇隆娶了小17岁的刘诗诗,两人的面情并不被人看好,但是吴奇隆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刘诗诗时,吴奇隆便会不自觉露出微笑,不拍戏的时候,便和刘诗诗腻在一起。 在前段时间他俩传出离婚的绯闻时,吴奇隆立刻霸气地站出来护住妻子,斥责这一不实言论,可以说吴奇隆把刘诗诗宠成了公主,无微不至地照顾住她。 现如今的他们幸福美满的婚姻只差了一个爱情的结晶了吧?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组成一个圆满的家庭。 而这两天正值高考,刘诗诗也在微博上放出了对考生的祝福,希望受到祝福的同学们能够考得好成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